某一道场原来供奉万幸祖先牌位 也播放老法式光碟 但因内部意见分歧 有人就把万幸祖先牌位给画了 也不再播放经典了 说只要依据佛号念到底就能成就 请问这样做如法吗 供奉万幸祖先牌位会影响修行吗 这个意见分歧 说明这个道场不火 中国古艳语长讲家伙万死心 团体最怕的是不火 所以佛叫弟子 团体生活一定要修六合金 这是佛门里面的根本戒律 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就是一个僧团 构成僧团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见和同结 就是大家在认知上 能做到相同 那么佛法 见和同结 是建立在明心见性上 见性了 没有一样不同 这是真的见和同结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标准只有法身菩萨 才能做到 没有见性的就很难了 那没有见性的怎么办 遵守佛陀的教会 放弃自己的成见 以佛指佛见 作为自己的认知 这些 这是佛弟子 没见性的 这个里面 差别也很多 所以就有许许多多的宗派了 那么进途中 我们的 见和同结 依靠什么呢 依靠三经一论 这佛说的 后来 祖四大德 又把大师指原东章 加入 再将华严经 末后的一品 末后的一章 不能说一品 末后的一章 普贤菩萨 摄大愿望 道归极乐 也夹在 三经后面 所以现在变成 五经一论 我们进宗 念佛的同修 是以这个来建立 今后同结 这个没问题了 特别是 这个 观金 这是三经之业 世尊 对维提西夫人 所说的 敬业三福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三条 是一句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杀 修事善业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凡 为宜 第四条 发菩提醒 身心 因果 读诵 大臣 劝尽行者 这是 进宗 学人的 共识 也是 进宗 修学 最高的 指导 原则 这才是个 如法的道场 那我们现在 这几年来 提倡的 弟子规 感应品 十三页 就是根据 这个指导原则 来宣传 孝亲 尊思 我们选择了 儒家的 弟子规 这是戒律的基础 根本 慈心不杀 我们选择的是 道家的 太上 感应品 陌后一居 虚实善业 就实善业道 这一条 这三条的 基础 一定要这个基础 再向上提升 才受持三规 你看 你就晓得了 受三规 不是没有条件的 前面第一条 修好了 我们将修到 他这几个了 才能受持三规 为什么 第一条做到了 就是如是道的三个根 通通做到了 才是经上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 这有三个根 不是没有条件的 你才有这个条件 接受佛法 接受佛法从三规开始 然后再受戒 居足 中戒 不犯为一 这第二条 第三条呢 再向上提升 再提升到大臣 发菩提心是大臣 小臣没法菩提心 大臣特别强调的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这是你自己自修啊 末后一句是 劝尽行者 这是化他 自行化他 这菩萨 这是我们 无论是修学 哪一个法门 哪一宗 哪一派 哪个法门 可以说 这是总的指导原则 为什么呢 后面呢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这句话说得重啊 三世是过去 现在未来 所有 修行人 成菩萨 成佛 都是依照这个 原则 指导原则 所以那就是 一切祝福菩萨 自行化他了 所走的一条 成佛之道 我们必须要重视啊 那么你懂得这个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念佛堂 共万心 祖先牌位 会不会影响啊 不但没有影响 和得祖宗的 保佑 祖宗之德了 哪一个做父母的 不希望自己的儿女 有成就 成就里面 无比殊胜的是 做佛去了 现在我们这个后人 先人的子孙 在后人牌位面前 念佛求生净土 不但是度自己 也度祖先 祖先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尽此一报生 同生结落过 你说这多么殊胜 所以香港 我们这个万心祖先 纪念堂是第一个 以后 陆陆处处 有一些道场啊 都有万心 先祖 纪念堂 而纪念堂呢 就是念佛堂 现在这个 习宗平居室 在这个 庆云 建立一个非常壮观的 先祖纪念堂 将来也就是念佛堂 大的念佛堂 这是一种好事情 所以没有妨碍 如果说金教都不要听了 只用这一句佛号啊 能不能成就呢 答案是肯定的 能 决定能成就 可是这个里头啊 还有条件 不是无条件 什么条件呢 真正是 像念佛堂 堂主所说的 放下身心世界 一行专念 那就行 如果你身心世界 没放下 你还有怀疑 你还有夹杂 那就不行 那不是佛号 靠不住 是你不居足条件 这个夜心 趁念呢 你注意在夜心 那就是 没有怀疑了 没有夹杂了 没有妄念 所以是二六十种 二十四小时 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这个可以不必能及 因为 因为 经教的作用 它是帮助我们 破弥 开悟的 是帮助我们 断移 深信的 它是这两种作用 让我们没有疑惑 我们完全相信 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可以不要 可是一点疑惑 都没有的人 太少了 我这一生当中 说佛五十七年 讲经也五十年了 说对于佛法 一丝毫疑惑都没有的 我一个也没见到 不但没见到 我都没听到过 可是我见到 听到的有不少 学佛 学了一辈子 到老死 还有疑惑 疑惑没断 这个东西不容易 那有疑 有迷惑 经教就帮很大的忙 所以经教它是 帮助我们断移 帮助我们明离 明离断移 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 才能够坚定 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古时候的念佛堂 不将进 只将开始 因为那是真正念佛人 他真的没有疑惑 他进念佛堂就一个目标 求生进度 所以讲经听经 那叫大现场 所以不讲进 可是现代的念佛堂 我是主张要讲经 为什么呢 他有疑 他有迷惑 不但是要讲经 你看看 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 还有两个小时 来答复大家的疑问 那照理说 讲经到场的时候 用不着再解答疑问了 常常听经不都明了了吗 听经还不够 一律重重 不能不解答了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 讲经是必要的 一百年前的念佛堂 那讲经是多余的 此一时彼一时 佛无有定法可说 总是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随心应量 这个道理要懂 那现在的人 现在的社会 已经能离道的都没有了 纪念祖先 是提倡孝道 也是我们敬业三福的第一句话 肖羊父母 在从前 家家有祠堂 每一年 亲亲民 中原 东智 都是祭祖的 活动纪念日 现在没有了 儿女不知道 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敬 战备 不要看这个事情 是小四 它不是小四 这个事情 是中国 过去 五千年来 长治久安的 大道理 天下太平 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不能不知道 大道理 是小四 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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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